防疫除了要戴口罩前洗手之外 医生今天也提醒说要少揉眼睛 因为Omicron可能会病从眼入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眼睛也有ACE2的接受器 医师说这个就是新冠病毒最喜欢的 因此要注意揉眼睛揉一揉 可能会把这个病毒透过眼睛带进身体里头 而医师也提醒 虽然我们戴着口罩 但是不是像医护人员一样 进入高风险区都会戴护目镜 因此揉眼睛就是很危险的 过去也有研究认为说 一个人一小时可能会揉眼睛7.2次 西乃威尔斯大学 澳洲这个大学在2015年做的研究 更认为说一个人每个小时会摸脸23次 其中摸最多的地方摸嘴巴36% 摸鼻子31% 不过如果戴口罩的话 鼻子跟嘴巴基本上都遮住了 眼睛第三名27% 而三个地方都摸也占了6% 医师也提醒说 其实除了呼吸道症状以外 确诊者也容易出现眼睛不舒服 每十位确诊者就有一个人 有眼睛的症状 其中最多的是义务感 占16% 另外像是红眼睛 流眼泪 眼睛痒 眼睛痛 还有眼屎变多 也都是症状之一 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了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甘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